大家好,我是天天 今天我们用面粉和两个鸡蛋捉沙奇马 做法超级简单 250克面粉,里面打入两个鸡蛋 加入两克的酱母粉 再倒入50毫升的温水,把酱母化开 将所有的食材搅拌混合 下手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放在面板上多揉一会儿 一直揉到表面光滑有弹性就可以了 揉好之后放入碗中 盖上盖子醒面半个小时 准备一把葡萄干,加水清洗干净 买回来的葡萄干千万不要直接吃 一定要清洗干净之后再吃,里面特别的脏 洗净之后控干水分,用厨房纸擦干 准备一个平底模具,底部上一层油 撒个葡萄干,要撒点黑芝麻 放一边备用 现在面已经醒好了,给它取出来 上面撒点干面粉防粘 用手按扁 不用揉,直接用擀面杖擀成一个长方形的大薄片 厚度倒要为2毫米 擀好之后上面撒点干面粉防粘 从中间切开,叠在一起 然后再分成三份 全部叠在一起 切成面条 切好之后抖散 撒点干面粉防粘 锅中多倒一点油 油温扫子7成热,下入面条 膨胀起来之后,用筷子不停的翻动 让它受热均匀 炸的时间不要太长,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控油捞出备用 中间倒入90克的白砂糖 50毫升的清水 70克的蜂蜜 蜂蜜也可以换成麦芽糖 开小火熬至白糖融化 熬至糖浆 由小泡变成大泡的时候倒入面条 快速的翻拌均匀 让每一根面条都均匀的裹上糖浆 乘入模具中 铺上一层细油纸 用手用力按压 按压紧实 再用擀面杖擀平 晾凉之后倒扣脱模 先切成长条 再切成小块 美味的撒起码就做好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吃起来香酥绵软 上桌就被抢光了 强烈推荐大家试一试 喜欢的朋友就关注我吧 感谢支持 下期再见